來玩這個遊戲 劍克行 初始可以選一位 怎麼都懶得 怎麼會這樣 不經事故 天將大任以私人也 練功 喔呦 練功有FU喔 輕功人有力 他打太急是不是 吸核劍 攻擊 音效搭得還不錯啊 還可以加速啊 還可以跳過戰鬥耶 可以加速可以跳過 可以加速 打太快 再加速 挑戰 打太太 所以 我看吧 好 我們來看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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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怎么办 贴完后自动出售 他如果不打个20件 我就要开20次了 他打100件勒 我这边要改一下 他再来改了 在这里 那我现在有什么装 我可以只勾蓝装吗 他就不会掉绿装了 是不是 好啦 先用绿装他挂一下子 好不好 累冲 月卡 多少钱 150 150 160 终身卡 我终身卡也是900多块 夭壽哦 那月卡能干嘛 每日速战加2 可以跳广告啊 去广告100多块啊 好 我离线段到打开了 对不对 我现在就离线个几分钟再上来 我先把这里全部清掉 好不好 先把这里全部清掉 那看一下装备有没有满 好啦 重新进来啦 看一下吧 啊 这边有离线挂机耶 储存装备5 经验140 也是 啊 所以你要增加储存上限 好键哦 对不对 所以他是有上限的啦 那这样也是可以啦 你就 离线的地方啊 就是这个地方 你挂的装备品质就挂高一点吧 因为他只能帮你存5件哦 剩下的 剩下他就不会再继续进行锻造了 除非你要克金啊 或者是花1000元宝 这多少 这给你120元宝而已啊 那这款游戏还是有点坑呢 小帅不错的 啊 还是有缺点 希望 能以这一款游戏的原型啊 再做一些其他的吧 这一款基本上 不太OK勒 整体是偏贵啦 对不对 现在干嘛 走任务 发聊天内容 有力 那就是要挂等级高一点啊 那初期再玩的时候 你先打到一个进度 你再理想吧 不然不划算了 那你就可以贪心一点 挂高一些啊 但你也不能挂的太高啊 因为你的那个 锻造等级不够高 机率也是没有解锁的吧 或者是会非常低啊 有可能你好几百次啊 全部用掉就没了 我这个是 反品三段 来我们这边 改成 反品四段 好不好 基础消耗木炭 有啊 也可以改啊 好 要五重才能解锁啦 反品一段 哎呀怎么还射出现 奇怪 我不是射了反品四段了吗 应该都有了吧 哦 这防品三段 好 算了 四段 是不是 干什么 有点乱 接下来要干嘛 超值 自权礼包 修为 这边是通行证了 好 禁戒 好了 玩法就这样了 喜欢的话就下载玩看看好了 不可玩一玩就行了吧 大家拜拜